我觉得是这样的 虽然毛泽东、共产党、老吹牛 就是全力从枪杆出来的 但是实际上谁有枪杆 就是那些当边的 当边的是谁?是人 你怎么能让这些当边的人 让那些人开枪吗? 他们需要信任 他们需要信或者压迫 当然也需要利益 也需要一种信任感 就是开枪 没有这个信任感 就是当边的信任感 他们到时候 就是把枪开给你了 不是给敌人开 所以这个信任感 所有的社会 所有的社会 包括共产党的社会 都需要信任感 毛泽东的怎么得权呢 都因为宣传工作 具体的工作 说服了很多人 说服了很多老百姓 他拿了人的心啊 所以说服了 或者骗吗 也是一样的 只是让很多老百姓 信他了 所以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体制 就是可以吹发信任感 当然一个独裁国家 会更 就是他的信任感 会少一点 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他的信任感应该多一点 但是多多少少的 都需要信任感 所以连中国共产党 都不可能完全放弃信任感 所以需要信任感 这个内部的信任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第一时间 谢谢大家